海滩简直令人无法抗拒,在海滩上喝着玛格丽特酒这简直就是天堂,但是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永远不知道海浪下面到底藏着什么,任何东西都会出现在海岸上,还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浮出海面。 设想一下,有一天,当你沿着海滩浪漫的散步时,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 很正常,你得顺着气味过去看看,原本你以为会看到一具腐烂的鱼的尸体,结果却发现了这个。 2016年,英国兰开夏军的一对夫妇发现了这种橄榄球大小的灰色橡胶团。 他们形容这种强烈的气味就像鱿鱼和农家肥的混合体,这是美味吗? 你可能会想,哪个正常人会停下来捡这么恶心的东西,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恶心的东西让这对夫妇赚到了7万美元呢? 事实证明,这块重达1.57公斤的臭石头,实际上是一块被称为龙咸香的鲸鱼呕吐物凝固而成的。 你不会猜不到它为什么如此珍贵吧? 这种罕见的物质是从抹香精的胆管和肠道中分泌出来的,被用于工业香水,使得这个香味可以持续很久。 没错,也许你也会在约会前把鲸鱼呕吐物喷到皮肤上。 2019年,泰国一名渔民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块更大的浮动黄金。 这一发现使它免于破产。55岁的朱姆鲁斯蒂亚销将其存放在小屋里一年多之久。 后来,直到专家们确定了这是真品,然后,他们才出价20万美元卖了出去。 男孩,浮标 全家在海边度过一天,这真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5年8月,威尔市伯利港海岸的一家人在远处发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物体,于是他们决定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当他们到达现场时,克里威尔一家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浮标被冲上岸了,上面覆盖着五颜六色的鹅井藤湖。 它看起来很古老,孩子们在他面前摆姿势拍照,甚至把上面的小动物都抠了下来。 克里威尔夫妇回到家后,对这个奇怪的东西也没有多想。 直到五天后,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当地彭博里国家公园的官员在网上解释说, 海岸警卫队在柏黎港海滩的沙滩上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美国军用地雷。 这枚地雷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这正是克里威尔夫妇刚刚去过的地方。 海滩官员通知了拆弹小组,几天后,地雷在南威尔市柏黎港的一次控制爆炸中被引爆。 事实证明,克里威尔夫妇非常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 他们发誓,下次在海滩上发现奇怪的东西时,要更加的小心。 冰球 当你想到海滩时,你不会想到雪,除非你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 2016年11月,来自西伯利亚西部厄比湾的当地人到达海边时被惊呆了。 他们看到海滩上覆盖着成千上万个形状完美的冰球。 这些巨大的雪球,有网球大小的,也有直径3英尺,重50磅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被拍到坐在冰球上,偶在冰球中奔跑,网上出现了11英尔。 冰球里的海岸线被冰球覆盖的视频,是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巨大冰雹? 这些均匀的圆形物体是地球上的外星生命的迹象吗?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 这些冰球实际上是在两周之内的时间里形成的,这是一种罕见的环境导致的结果。 在这种过程中,小快的冰在低温下形成,被风和水卷起来滚动了。 当球在潜水冰冻的水面上相互碰撞时,它们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圆,直到它们被冲上岸来。 仿佛大自然本身正在准备与上帝进行一场实施般的雪球大战。 这一步寻常的发现,为沙滩球这个词增加了全新的含义。 紫色斑点 并不是所有出现在海滩上的东西都能轻易被解释。 下一个东西让科学家们都摸不着头脑。 2017年7月,一位不知名的海滩游客在马里布的奥利卡里略州立公园, 发现了一些既有趣又令人厌恶的东西。 它的一部分被埋在沙子里,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上传到红迪网上寻求答案。 他们认为这个白色和紫色的腐烂肉团, 可能是某种大型海洋生物仪器的器官。 这个不明的腐烂肉团重约7磅,直径约5英寸。 许多人一开始认为它像是一种叫做海兔的大型海阔鱼, 体重可达30磅。 加州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格里格劳斯不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海兔比较柔软,但这种生物似乎有明显的轮廓。 经过更仔细的检查, 劳斯认为它更像是加利福尼亚的凶摩塞科动物或侧塞动物, 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海阔鱼, 通常可以在10到1200英尺的海洋深处被找到。 另一个竞争者是锁孔茂背, 它们可以长到5英寸长。 身体侧面有一个小壳, 不管它是什么, 科学家们都同意一件事, 它肯定死了。 那些圆形的紫色部分, 可能是由于负胀而膨胀出来的内脏。 海洋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无情, 有时它有相当的慷慨。 2017年, 德国瓦登海的朗格岛收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成千上万的剑达齐驱彩蛋被冲上了海岸。 人们认为这些彩蛋来自一艘丹麦的集装箱船, 该船在一场疾风咒语中, 丢失了部分的货物。 可以想象得到, 当地的孩子们发现了这个意外到来时有多么的高兴, 而且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清理, 只要他们能给孩子们留一些。 还好这批货没有被冲到美国海滩上, 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剑达齐驱弹就被禁止了。 很抱歉, 孩子们。 据估计, 每年约有一万个集装箱在海上丢失, 导致世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数量惊人。 在最著名的一起案件中, 就是1992年, 一艘载有两万八千只橡皮鸭的货船 在从香港运往美国的途中失踪了。 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 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这种亮黄色的小动物。 这些友好的漂浮物, 实际上有助于科学家追踪特定洋流的运行方向。 所以, 我想, 即使大批鸭子已经出逃了, 也还有一线希望把他们找回来。 露出牙齿的宝藏。 海洋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墓, 里面埋葬着一些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的古代文物。 2019年6月, 哈维·沃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洋岛海滩上, 偶然发现了一颗部分暴露的牙齿, 这让他意外地意识到过去是多么的可怕。 在清洗并仔细检查之后, 沃尔意识到这不是一颗普通的旧牙齿,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牙齿全长近6英寸, 有着巨大的黑色牙根, 只可能属于一种生物——巨齿鲨。 这种可怕的鲨鱼, 现在被认为在大约360万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体重相当于石头成年的大象, 它的最大体长跨度比一般的校车还要长15英尺。 北卡罗来纳州的沿海水道是巨齿鲨的主要栖息地, 它们通常集中在被称为巨齿鲨牙壁的河床上。 在内陆发现这样的恐龙非常罕见, 尽管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现的最大恐龙跨度为6.7英寸, 但是, 这种肉食动物的牙齿达到了惊人的8英寸长, 这可是一笔昂贵的牙科费用。 巨大的浮沫 你可能想象不到会在海边发现一棵参天大树。 然而, 这正是2010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事情。 当时毫无戒心的海滩游客菲利普·拉赫曼在沙滩上散步时, 遇到了这个怪物。 4月5日早上, 这棵高耸的树出现在拉普什沿海社区的沙滩上, 事实证明, 实际上看来它根本不是一棵树, 只是一棵非常非常大的原木。 这种巨大的木头被官方称为漂流木, 最有可能是来自西部的红雪棕, 属于道格拉斯冷山或西特卡云山。 这个标本让那些旁边拍照的人都相形见出, 尽管没有正式测量过, 但是当地森林里的类似树木的直径仅在5至10英尺左右, 高度在200英尺左右。 这是一根被捡起来的扔在海滩上的原木。 那么, 这个巨大的漂流原木是如何漂到岸边的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大自然母亲。 像这样的巨树分布在覆盖在大西洋西北部的温带雨林的山坡上, 而残酷的冬季风暴则会带来灾难。 当风足够强大时, 它们会将树木掀翻, 并顺着河流将它们送入海洋。 如果风没有做到这些, 那么雨就会做到。 当河流泛滥时, 它们可以摧毁森林,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把那些脆弱的树木撞倒。 毛茸茸的巨人 在很大程度上, 深海未经探索。 你不得不相信, 现实生活中的海怪真的居住在海浪之下, 尤其是当它们被冲到当地的海滩上时。 2018年5月, 在菲律宾东方民都洛省的海滩上, 当地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们看到了岸边潜水区里毫无生命的东西, 一只毛茸茸的野兽搁浅在沙滩上, 大约有一辆卡车那么大, 还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让当地的民众作呕。 这只野兽后来被戏称为怪物尸块。 虽然它已经死透了, 而且可能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但没有人能对这个黏糊糊的东西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它看起来很像一只巨大的年老的英国牧羊犬。 最终, 渔业执法人员沃克斯·克鲁萨达 被请来从腐烂的尸体上提取DNA样本, 结果语言没有预期的那么令人惊喜。 克鲁萨达证实, 这只巨大的野兽实际上是一条20英尺长的虚惊的尸体, 可能它是被船撞倒的, 覆盖在它身体上的毛发状纤维, 很可能只是被分解的肌肉纤维, 这些肌肉纤维使它的外表变成了某种海中的雪人。 大自然真的很奇妙不是吗? 巨大的眼球 2012年,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 吸引人的东西。 毕竟, 它却是有一个值得维护的声誉, 一名男子在庞帕诺海滩上冲浪, 当它低头看到一个巨大的眼球正盯着它时, 它吓了一大跳, 这个市民还是忍住了把它拆开看看的冲动, 它好心地把这个标本交给了鱼类和野生动物委员会, 这样就可以正视就紧迫的问题给出答案, 它到底是谁的眼睛? 垒球大小的器官似乎适合在现实中生活的独眼巨人, 所以很自然的,最初的猜测是它来自巨型乌贼, 甚至可能是来自鲸鱼。 经过更仔细的检查后发现, 这个眼球周围有小骨头, 而鱿鱼的眼睛主要由软组织组成, 与这种情况很不同。 网上也众说纷纭, 最终, 保护野生动物的基金会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这只眼睛实际上属于一条箭鱼, 谁知道它们会这么大呢? 该机构还补充说, 发现一只单独的眼球是不寻常的, 也许有一条可怜的箭鱼正在寻找它的另一只眼睛呢。 神秘的管道 英国海岸可能对出现在海岸上的神秘海怪不太习惯,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不寻常的东西出现在海岸之上。 迄今为止最奇怪的发现之一, 发生在2017年8月, 当时在温特顿和海帕林的诺福克海岸, 贸然地出现了12个巨大的管道段。 如此巨大的物体是如何出现在阳光明媚的海滩上的? 一开始真的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它们是在某种奇怪的事故中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每根管子的直径约为8英尺, 最长的一段长达1574英尺, 几乎是大本中的5倍长。 事实证明, 这些管道是在被拖到北非阿尔及利亚进行一个大型项目式松动的。 然后奇迹般地漂浮到了诺福克海岸, 在那里, 它们被海水陆续冲上岸来。 当当地人们成群结队的亲眼目睹这一奇怪的事件时, 海市和海岸警卫队向旁观者报证, 这些管道不会造成潜在的污染危险。 在被拖到挪威之前, 它们最终被转移到了近海区域, 只给当地的人们留下了这么一段奇怪的回忆。 我们首先把潜伏在海洋深处的那些可怕的生物排除在外。 那么在海洋中怪异和奇妙的生物中, 海豚是最受喜爱的动物之一。 它们高度社会化, 也很聪明, 脸上似乎总是带着寒厚的笑容。 但是, 2014年8月, 在土耳其西海岸伊兹米尔地区被冲上岸的一只海豚, 让看到它的人都感到了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头, 在土耳其度假的体育老师土耳鼓梅亭震惊地发现了这具连体尸体。 照片迅速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据估计, 这个生物大约一岁大, 体长近一米, 只有一只头上长着发育完全的眼睛。 值得庆幸的是, 这并不是某个秘密科学实验室为了制造双头怪而见。 进行的逃逸实验。 这个不寻常的哺乳动物天生就是这样, 很可能是死于自然原因。 尽管连体双胞胎在人类以及爬行动物、 鸟类和两栖动物等许多动物群体中相当常见, 但是, 这种异形胎儿在野生哺乳动物中却极为罕见。 从1681年到2006年, 只有19例记录在岸的双头野生哺乳动物。 而这只土耳其恐怖动物是历史上已知的第五例连体双胞胎海豚。 连体双胞胎通常会在子宫内死亡。 这种情况在海豚中发生的缺陷概率仍然未知。 尽管生物学家凯利·丹尼尔估计, 海洋哺乳动物中连体双胞胎的比例不超过1%, 这使得这头双头海豚非常的罕见。 海星惨案 2018年3月, 英国肯特郡·拉姆斯·盖特镇的海滩游客惊讶地发现, 他们当地的沙滩似乎被大堆覆盖的小骨头取代了。 当他们走近时, 他们庆幸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肯定也没有那么奇怪。 大量的海星被冲到了沙滩上, 他们搁浅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好像他们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海星通常聚集在沿海水域的鸡肉床上觅食, 经常被巨浪困住, 但是,这片海滩变成了数十万海星的家园。 英国非营利组织海洋保护协会的研究人员 试图解释这一反常现象。 他们指出, 前海温度接近或低于零度, 这使得海星等海洋动物昏昏欲睡, 使得他们就很容易被带到海岸之上。 推动这种特殊的大规模海滩现象背后的力量 是被称为东方野树的巨大寒潮, 和2018年袭击英国海岸线的爱马风暴的综合影响。 遇到搁浅海星的善良人们迅速合作了起来, 将尽可能多的垂死的生物送回了海洋。 值得庆幸的是, 该领域的专家也表示,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实际上对整个物种的影响是很小的, 因为它们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真是些顽皮的小猩猩啊。 大量的威士忌 让我们回到1941年2月5日, 当时苏格兰海岸边的一个岛屿的居民即将获得真正的幸运。 那天早上, 商船政治家号蒸汽船向北驶过外赫布里底群岛, 在前往金斯顿、亚马加和新奥尔良的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 经过马鞍岛后, 狂风将船吹离了航线, 尽管船员们努力想要夺回控制权, 政治家号最终还是在爱里斯凯岛的罗西尼石角附近 一片看不见的海滩上沉没了。 这艘船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 从棉花到药品到饼干, 但是人们对它印象最深的是5号舱的战利品, 大约26.4万瓶苏格兰威士忌。 当岛民们听到海上情况的风声时, 他们兴奋地前往海滩, 在那里, 他们看到了被冲上岸的数千瓶甜美的甘露酒。 当局宣布这些威士忌不是可以盗取的东西, 因为它需要被送往美国, 还没有征收关税呢, 然而在非官方的打捞行动中, 有2.4万瓶威士忌被盗, 最终他们将船体炸毁了, 阻止了岛民们进一步窥探船上东西的努力。 但是, 这些奇怪的瓶子仍然被冲上了海岸线, 如果你在附近, 一定要睁大眼睛。 2013年, 其中两瓶著名的威士忌在苏格兰威士忌排卖会上, 已超过1.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 香烟乱象 好吧, 让我们从人类最大的恶习之一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恶习上。 2014年, 英国切尔西海滩处长达两英里的沙滩上, 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战利品, 数百万只香烟。 一个40英尺长的盒子被冲上德温郡的埃克斯茅斯海滩, 盒子里装着1100万只香烟, 总重约14吨, 与此同时, 数百万包香烟散落在英国海岸线上。 今年2月, 丹麦货船斯文堡马士机号在欧洲大西洋沿岸航行前往斯里兰卡的途中, 遭遇了飓风袭击, 货物就被吹翻了。 这艘船在法国北部海域被30英尺高的海浪和60节的风速袭击后, 流失了一些货物。 在风暴中, 总共有520个集装箱掉入了海里。 值得庆幸的是, 该航运公司表示, 约85%的集装箱是空的,其余的集装箱里都有干货, 其中包括价值约400万美元的香烟。 对于那些有足够的商业头脑的人来说, 这似乎是一座金矿。 他们可以把香烟打爆卖掉, 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 但是, 在当地人偷窃之前, 当局宣布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更有用的计划。 英国税务和海关总署的发言人鲍博·盖格解释说, 这些香烟将被收集起来, 带到一个被批准的发电站。 在那里,香烟将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被焚烧殆尽, 可以有助于发电, 减少致癌香烟, 为国家电网提供更多的电力。 这听起来真的是双赢的。 蒙托克怪兽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互联网用户, 你以前可能见过这张照片。 据说, 它在2008年7月被冲到了迪奇平原的海岸上, 蒙托克半岛上一个受欢迎的冲浪海滩。 故事是这样的, 珍娜·修伊特和他的两个朋友瑞丘·格德堡和考特尼·弗鲁文, 首先在纽约长岛的尾部发现了这具野兽般的尸体, 并迅速拍下了照片, 然后发布到了网上。 当然, 这具臃肿, 像狗一样, 长着恐龙嘴巴的尸体, 就像点燃了汽油的火柴。 人们很快就开始猜测, 所谓的蒙托克怪物到底是什么? 它是从哪里来的? 一些比较流行的理论是从秘密科学实验室逃跑的变种人或来自地狱之门的近亲斗牛犬。 但是, 没有人能完全清楚他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 还没等人检查仔细, 这只蒙托克怪物就消失了。 据修伊特说, 尸体是被移走的, 现在在某些人的后院腐烂着。 但是, 他拒绝透露是谁干的或者在哪里。 如此恰当的消失让一些人认为整件事只是一个骗局。 而另一些人则声称, 这实际上是一具被翻滚的海浪夺去皮毛的浣熊尸体。 十多年后, 这个所谓的怪物已经成为真正的都市传说了, 似乎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了。 你对蒙托克怪兽有什么看法呢? 它是来自海底深处的生物呢? 还是说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呢? 如果你们中有任何关于你们家乡的, 在网上或当地社区引起了轰动的都市传说,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相信甚至可能会成为我最喜欢的几个故事。 如果你还在的话, 请点击喜欢、订阅和小铃铛吧,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个知道更多的像这样奇怪的故事了。 快去吧, 去安抚一下蒙托克怪兽。 它是鸟还是飞机? 海洋广阔又神秘, 似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它的深处消失, 直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导致它被发现或被冲上海岸。 在威尔士海岸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一架罕见的二战战斗机的残骸, 在隐藏多年后从水底的坟墓中浮现了出来。 这架美国陆军空军洛克希德P-38飞机, 被称为哈莱奇女仆。 据说她于1942年在温格内德海岸坠落, 当时, 她的引擎在训练演习中突然熄火。 坠落时的飞行员, 当时24岁的罗伯特·F·埃洛特少尉, 在爬升到6000英尺的高度后, 在飞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被迫将飞机降落在两英尺深的水中。 值得庆幸的是, 埃洛特安然无恙地逃离了坠机事故, 但是几个月后, 他的飞机在北非被击落, 他就彻底失踪了, 然后就被宣布了死亡。 人们认为, 哈莱奇女仆号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但是,在被6英寸的沙子掩埋后, 当流动的海水取代的一直覆盖着她的海滩时, 她看起来像一个幽灵般的海市蜃楼。 自从哈莱奇女仆号坠入大海以来, 已经有了三次关于她的发现。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是在2007年, 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 虽然目前没有打捞沉船的计划, 但是, 在网上披露了她以前的秘密位置后, 她于2019年被维尔市政府授予保护地位。 直到今天, 她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二战之发现。 我们要感谢海洋。 乔治·帕克·彼得的信件 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片段, 2015年, 德国北海海岸的步行者在一个瓶子里发现了一条信息, 可能是一个孩子在附近玩耍时之类的, 这是他们的想法。 当他们打开瓶子的时候, 里面的信息是没有日期的, 所以他们无法确定瓶子的年龄。 但是,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瓶子实际上已经在海里的, 带了108年。 信上写着给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生物协会寄明信片的指示,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事实证明, 这个瓶子是科学家乔治·帕克·彼得, 在1904年至1906年期间, 向北海投放的1000个瓶子中的一个。 他当时正在调查潮汐。 当然, 乔治在2015年并没有在那里将这一成果加入他的研究中, 当他听说他的瓶子108年都没有离开过北海, 他可能会有点失望。 普利茅斯的一个好人仍然不遗余力地兑现了金钱奖励的承诺。 他们不得不在疫区上买了一枚旧的英国先令。 多里多姿玉米片 你听说过隔浅的鲸鱼, 但是我答对你从没听说过隔浅的海滩小吃。 我们的海洋里除了鱼,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在我们的海洋之内,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船只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那么, 如果发生撞船事故怎么办? 或者, 如果其中的一些集装箱掉进水里了呢? 最终这些东西都会被冲到岸上。 这发生在2006年的一场大风暴之后, 一个装满了数千代多里多姿的集装箱, 被冲上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滩。 当地人是怎么想的? 这是一场环境灾难, 让我们下去帮忙吧。 差不多。 但是更像是, 我喜欢多里多姿, 我们去吃点吧。 幸运的是, 铝波密封袋意味着薯片仍然可以食用, 所以, 他们免费给自己打包了一些。 我想知道, 如果它们是一种像瑞维塔这样更健康的零食, 是不是就不那么容易被带走了呢? 二战时期的情书。 有些人的真爱可能是薯片, 但是, 这一段讲述的是一个比薯片更伟大的爱情故事。 毁灭性的飓风桑迪过后的一天, 一个14岁的男孩走在纽约的海滩上。 暴风雨把几件东西冲上了海岸, 包括一套用粉红色缎带绑在一起的信。 这是一系列的感人的二战情书。 情书的作者是辛泽西书的多罗西·法伦, 和他的未婚夫李恩·法纳姆。 后者当时正在太平洋战场上服役。 他们记录了分隔六年的爱情故事, 直到1948年。 最后一封信的开头是, 亲爱的,两周后我们就结婚了。 男孩开始调查这对夫妇, 并设法找到了多罗西·法纳, 也就是现在的多罗西·法纳姆。 这对夫妇确实结了婚, 尽管多罗西已经91岁了, 现在成了寡妇。 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在风暴之前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冲出来的, 或者是如何被冲上岸的。 但是,多罗西非常高兴能和过去的故事重剧。 伙计们, 听到这里我都要哭了, 我还是快点离开吧。 被切断的脚。 如果巨大的剑鱼眼睛吓到你了, 那现在就别看了。 时不时的, 加拿大不列甸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的海岸上 就会出现一些可怕的东西。 比如被切割的人的脚, 还在他们的鞋子里。 是的, 这是真的, 已经发现了超过14个人的脚, 为什么只有脚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呢? 当然, 这可能是黑帮的屠杀。 但是, 这也是事实。 鞋子通常具有福利, 将使它们更容易在海洋中穿行。 所以, 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灾害造成的灾难。 比如海啸或飞机失事, 其中几只脚已经被确认属于自杀的当地人。 只是只有我这么想, 还是所有的结论都同样令人心痛呢? 让我们继续看吧。 玻璃。 我觉得你应该从那些可怕的故事中缓解一下。 给你看一个漂亮的故事吧。 在家住的布拉格堡, 有一个玻璃海滩。 在20世纪上半夜, 附近的海滩被用作旧玻璃和其他大型家具用品的倾倒厂。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量的玻璃被冲到了这里的海滩上。 这听起来很危险,对吧?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大海发挥了它的魔力。 玻璃都被磨平了。 海滩上充满了美丽的彩色玻璃鹅卵石。 真是可爱。 勒高。 另一起货船事故导致数百件勒高玩具被冲上了 英格兰南部的海岸德文郡和康乌尔郡的海滩。 但是, 这甚至还比不上最奇怪的勒高发现。 看看这个巨大的勒高人偶。 这个家伙又8英尺高, 在世界各地都有。 从美国到英国, 从荷兰到日本。 他的名字叫伊格伦纳德。 他穿着一件T恤, 上面写着, 比你还不真实。 除了现代艺术, 还有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疯狂的东西呢? 伊格伦纳德是一位荷兰现代艺术家的笔名。 这个勒高人是他或者他展览的营销噱头。 在这些发现中, 你觉得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你在当地的海滩上遇到过这种不寻常的东西吗? 请你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吧。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